爱谈天下事 节目嘉宾的言论和资讯 仅代表个人意见和立场 真编使弊 提供观点 以集思广义 启发思考 相互交流 明师早点 多知一点 从各方观点 剖析时事焦点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lobal Hemisphere Group的Jolene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讨什么是ESG 以及为何鼓励公司执行ESG 并介绍与ESG相关的好处 在当今全球社会和商业环境中 越来越多的公司和投资者 开始关注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因素 就是所谓简称的ESG E代表Environmental as Social G Governance ESG框架以环境 社会和治理的角度 去评估企业的可持续性和长期价值 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环境和社会 还可以为企业带来了重要的商业机遇和竞争优势 那今天就和大家讲述三个重点 一 引领可持续发展 执行ESG有助于企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 在全球暖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 日益突出的状况下 企业其实承担起了保护环境的责任 应当采取相关的措施 那么就可以赢得消费者 投资者 还有监管机构的认可和尊重 那通过实行这些节能减排 资源循环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等措施之下 企业其实可以降低弹竹剂 减少云业的成本 并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 那第二点就是提升企业的声誉 执行ESG其实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声誉和品牌价值 在信息时代 企业的行为和价值观很容易被曝光和传播 积极关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其实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消费者的认可 这也增加了品牌的忠诚度和市场的份额 投资者也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在那些具备良好ESG表现的企业 这样子也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和投资吸引力 3.减少风险和增加长期价值 ESG执行可以有助于企业降低潜在的经营风险 并增加长期的价值 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确保企业高效运营和诚信的经营 那么这个也降低了违亏和有法律纠纷的风险 同时考虑社会环境因素 其实是有助于企业预测和应对未来的挑战 比如气候的变化 社会不平等 还有供应链中断的这些等等问题 采取可持续以更透明化的商业模式和投资策略 其实也可以帮企业更加能建立稳健的经营基础 而且这样子可以赢得投资者的支持和信任 那么可以为企业的未来创造更持久的价值 其实执行ESG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全面的策略性的措施 不仅有助于保护环境和社会 其实也可以通过引领这个可持续发展 提升生育降低风险 增加长期价值 还有获取投资者的支持和融资的优势 那么企业可以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 保持竞争的能力 并可持续的增长 谢谢 谢谢